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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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座椅距离是比较合适的 S60的座椅靠背对我的身体有良好的贴合度 同时它还有足够的侧向支撑 这样不仅能缓解驾驶时的疲劳程度 还能确保身体对于车身动态有充分的感知 记得把胎压调整到合理的范围 当然日常驾驶的话只要打到标准胎压就可以了 但是跑山的时候轮胎的负荷比较大 胎温会急剧升高 同时也会造成胎压的升高 所以在跑山之前可以适当降低一点胎压 比如说它的标准胎压是2.3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跑山之前把胎压降到2.2或者2.1 这样在激烈驾驶跑山的时候呢 不至于让胎压升得太高 专心跑山就不要看手机了 手机就放在无线充电位吧 车上山 站搁起 14拉巴哈曼卡顿音响要用起来 跑山BGM随便挑 从位于海棠湾的酒店出发向北进发 前往五指山 我们先后会经过城区道路 高速公路 最后再进入山路 在那里我们将开启沃尔沃弯道百科全书的第一站 我们现在已经从酒店出发前往五指山 其实在公路上行驶 包括这个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 沃尔沃S60就是一款很舒适的四门轿车 在你激烈驾驶它之前 你不会想到它是一个有多么紧凑多么运动的车型 它就是这么安静 然后转向手感也是很轻盈 悬挂也是相当舒适的 就感觉应该是一种很放松的驾驶状态 在匀速巡航的时候 隔音降噪做的也是非常棒 我们这台试驾车是装备了L2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的 沃尔沃叫做领航辅助功能 在到达山区之前 这段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完全可以启动驾驶辅助功能 这样可以降低驾驶的疲劳程度 把最好的状态和最好的精力留给山路 风浪越大鱼越贵 弯道越多好的底盘就越值钱 如玩刹车降挡 它的制动强大而且稳定 是的 别忘了用上变速箱的手动模式 这种乐趣是开电车无法体会的 像前面这样一些视线比较好的弯道 过弯的时候可以稍稍借助一点对象车道 把线路尽量的拉直 这样过起这组弯来就更快更顺畅 当然了毕竟不是跑赛道 在过一些盲弯的时候 千万不要占用对象车道 这样可以确保安全 好在外握S60轴距不算太长 这样在过一些狭窄又急的弯道的时候 还是比较从容自如的 至于发卡弯控制好车速 这样就一定不会退投 S60的方向盘是手感比较轻的 但是它又有比较积极的中心回正力 路面信息的感觉也还算比较的丰富 稍过弯性就可以开始给油了 这个时候动力响应一点都没有延迟 有了48V混动系统的加持 真的是在这种发动机 还是比较低转速的情况下 电机的作用被放大 动力一踩就有了 这台B5版本的2.0T发动机 本身动力也比较充沛 最大爆发250马力 350牛米 0百加速只要6.9秒 前驱车前轴配备双叉臂的情况可不多见 加上比较科学的调教 S60在弯中给人很好的信心 哪怕毕竟极限也一点都不让人害怕 这台车在极限附近的状态也非常的友好 这也是我之前在赛道上多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毕竟是在公路上驾驶 可千万不要太过极限 一定要留有余地 这台车无法彻底关闭的ESC就像在告诉你 悠着点安全第一 有朋友会说跑山难道不应该开性能车吗 当然了我也很享受开性能车跑山的体验 但是你知道开沃尔沃S60跑山 跟开性能车跑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但我开性能车跑山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一些坑洼颠簸的路面 我得想方设法的避过去 但是开着S60冲就是了 因为它的悬挂处理这种颠簸烂路真的是太棒了 甚至有一点像SUV那样如履平地 但同时它又有着比SUV更低的重心 那么开起来相对来说更加紧凑灵活 S60它就像一个脾气温和善于包容的大表哥 懂得张弛有度 会在必要的时刻保护你 在与你玩耍的同时又让你觉得安心 与它走过的每一个弯道 每一段山路是充满温暖而柔和的色彩的 在你停下小气的时候 又不禁会想起 下一站我们去哪里